家人们印度真是谁都敢坑啊 最近美国国防部启动了一项调查 调查对象涉及到我国的 陕西红远航空锻造技术公司 因为美国称该公司想波音 公司供应泰合金材料存在问题 导致波音公司的星际飞船 烟害器泄露宇航员被滞留太空回不来了 经过红远航空锻造集团确认 2019年确实出口了钛合金 但并没有卖给美国人 买家是土耳其 所出售的钛合金 也都是完全符合专业标准的 后来经过梳理 原来是土耳其把这批钛合金 转售给了意大利 后来意大利又转售了一批钛合金给美国 但意大利却把从土耳其手里买到的中国生产的钛合金 留下来自用了 然后从印度手里又买了一批钛合金给到美国 所以美国以为使用的是中国产的钛合金 却不知道经了几手后 到自己手里的却是印度产的 意大利还透露印度在供应过程中为了降低成本 将钛合金替换为铝合金 且通过美国的质检 美国也是头大 想将责任归咎于中国 但这又明显不合理 美国国防部和波音公司联合声明 指出这批材料不仅用于航天器 还广泛应用于F16 F15 F35 F2等多种战机 美国的本意肯定是想着从 其他国家手里购买中国的产品 这样美国就可以规避它自己 针对中国航天工业的制裁了 只是美国没想到自己竟然买到了印度货 而印度又是自信自己的工业 实力已经强到 可以自己造不用从中国买了 我真是越来越佩服三哥了 哈哈哈哈